既然如此 那让蛇人族一起消失了 三位 动手吧 三位 动手吧 卑鄙 已多欺少还偷袭 王陛下 你现在受伤不轻了 入了本宗主后宫 可饶你一命 他不行了 今天我们就让他陨落在这里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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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灵 灿灵 我来晚了 回我加玛帝国 伤我阎盟 你们真是找死 三弟 这家伙终于回来了 灿灵 凉灵 你这是 洞皇气息 凉 快点 突破了 彩琳姐姐 女王陛下 你们也来了 你受伤了 是哪些家伙下的手 我去收拾他们 你别冲动 小伤人 赶紧扶下 有把握拦住一个吗 你随便挑个便是 剩下的 如我爱 你就是那个 当了一年缩头乌龟的 阎盟盟主吧 区区一个窦皇 也敢跟我们叫吧 没想到阎盟之主 却是这么一个矛头小子 难怪这加玛帝国 会沦落到这般下场 看来 萧某今日有义务 为自己挣一下名分呢 子言 你们先回去 你真可以吗 对面的实力 可是堪比两位斗宗啊 哎呀 放心吧 他没问题的 燕鲁天交给我 你去拦住木兰的三老头 没问题 三位 对付一个斗皇小子 应该用不了多久 十招内就能解决 到时候 我们便会去帮你 小心他们的三手蛮黄诀 阎盟之主 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若是以往的云蓝宗 或许还会让我们记得 不过这个阎盟 可是还不够这资格 我硝烟能灭了 让你们都忌惮的云蓝宗 自然也是能将你们给灭了 天火三旋变 天火三旋变 变得琉璃变 天火三旋变 天火 不要玩了 一起动手 宰了他 还是多多个师弟 怎么他也是动作 一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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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刺 这家伙 果然是在逞强 放心吧 那小子 还有很多地盘没有施展呢 这三寿蛮荒诀 是将你们三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但每次 只能供正面对敌的那人 施展出斗宗戒备的力量 对吧 小子 没想到这么快 你便能看出点东西 这么说来 当一个人施展这股力量 当时其余两人就会露出破绽 那又如何 凭你的速度 还远远无法超越这力量的传递速度 乌兰三老 你们干什么 快解决你小子 三千雷洞 三千雷 居然能分身 你们看得出谁是真神吗 这个小子 这是为何我们从未见到的 鸽子小心 发现本体便自己调动力量 在我这里 小子 好 我这个也是假的 把蹄 放开 太好了 本指望三弟能拖住一方斗宗 没想到他竟然直接给干掉了 是啊 第一次竟然拼着挨上一击 将虎长老瞒了过去 而那两道分身 则成为引诱斗宗力量的诱饵 这心情实在是可怕 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难怪女王陛下 那么相信这家伙 这就是你们说的十招内解决他 才几年时间 他就成长到 足以跟斗宗抗衡的地步 只剩两位了 不知这三兽蛮荒诀 还能用吗 小子 你不过是一时好运而已 有何好得意的 减前那一击 想必不好受吧 不错 就算少了一人 我们也能将你拿下 可别嚣张得太早 那就来吧 你这要等我 那是邪魔姓装 就算是一时能够 而是邪魔姓装 很串 特别有点 要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 没有三寿蛮荒绝 你们还敢跟我这般大呼小叫 你 吵够了 你们先回军中 等候我的命令 是 是 美杜莎交给我来 至于你们所说的那个窦房小子 怎么会是她 难道她就是魂殿要找的人 独宗主 怎么了 她 交给你 放心吧 我会让她在我手中极为痛快地死去 她便是独宗宗主 你小心点 有把我对付她吗 难 此人独宫极其诡异 拦住她便已是极限 想要打败她 就得拼个两败俱胜 能拦住她也好 木兰三郎已经被我废了 那燕老天 就由我来对付她 独宗主 记住 我要活的 既然独宗主有这要求 那自然没问题 梅杜莎 梅杜莎 投降吧 日后 我会给蛇人族 一块满意的安居之地 哼 左梦 那本宗 只能将你蛇人族 尽数毁灭了 你大可试试 奇怪 这人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你便是独宗宗主 你又是谁 阎盟盟主 硝炎 让阎盟投降 本宗保证 不伤一人 这天独女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他看上这小子不成 若是投降 怕是无言再见族人 宗主这提议 还是算了吧 你的一招 想必就是他吧 既然如此 那我便将他打败 到时看看你是否还会如此坚持 哼 好大的口气 看来上次那一招 只能让你懂得收敛点 只能让你懂得收敛点 小子 那身体 竟然破解三兽蓝荒泉 待我将你擒住后 定要好好沿袭一番 好 一五 想跑 小子 你的身法 果然是能媲美我经验中的殿天行神吗 若是这身法能为我所有 我定能超越寻常洞宗 好 怎么 不跑了 开闪意 超快 小子 哪儿 是 没有 这小子这么强 小子 本宗定要将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拔下来 小子 你就这点实力吗 好得了 区区洞皇 好了 太老 小子 完了 小云 本宗定 小云 小云 叶老天 你敢 去死吧 分身 怎么会 怎么会 啊 又来 你去吧 佛怒火莲 小云 小云 太我站得没敢分神 还好他先前没有施展出这顿恐怖的斗技 否则的话 这小子果然厉害 难怪能成为阎盟的盟主 你没事吧 还好 就是消耗有点大 那家伙死了没有 以佛怒火连现在的威力 弄死斗宗怕是不幸 不过重伤是跑不掉的 这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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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老 你先回药塞镇手 我去帮彩丽 冬宗主 你们三宗联盟的斗宗已损其二 我奉劝阁下 还是尽快退去吧 小 小一仙 你 认错人了 胡说 你我怎么可能认错 小一仙 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 你认识的小一仙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是独宗宗主 天独女 是因为 恶难毒体 我本就是在恶难中而生 生存的意义 也是将恶难扩散出去而已 恶难毒体并非无药可治 你就是在自甘堕落 自甘堕落 如今的我 只要谁一碰我 便会以最痛苦的方式在我面前死去 你不了解我这些人所发生的事情 与你分别后 我试图寻找破解恶难毒体的办法 渐渐的我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徒劳 那些我在意的 珍惜的 保护的一切一切 最终都会因为我 因为我的存在而消散在这世界 我 我 就是一个灾心 将灾难 带给身旁之人的灾心 小一线 那些都过去了 你将会加速恶难毒体的爆发 小一线 小一线 我 本就是一场灾难 无论做什么都会给人带来厄运 既然如此 但是 善良 还能有何用 这 是什么 好 这 这到底是 是毒气 快退 我绝不会抛下你 小爷 我说过 不管你日后走到哪一步 我都会是你的朋友 我 会害死你的 小 小爷 快 快放手 小爷 快放手啊 不然就 你 她完了 啊 啊 啊 我只是想要你知道 这恶难毒体 并非是无解之恶 你根本用不着如此绝望 真小子 不要再继续了 你这样 只会加速恶难毒体的爆发 即使你能够阻绝这种剧毒 也不可能彻底破解它 这些命 我已经失望过很多次了 恶难毒体是天生的 要破解它的确很难 但是 我却能帮你彻底控制它 采麟 怎么了 它中了恶难毒体的剧毒 不过是一点毒液 本王在毒发前取走你的性命 并不是什么难事 你真能帮助我 控制住恶难毒体 相信我 我能做到 三军撤出加玛帝国 希望 你真能帮我控制住它 没想到 这场战争是因我而起 魂殿竟然对我如此重视 可惜 小一仙也无法找到魂殿护法 不然还能想办法 从魂殿之人口中 避问出老师和父亲的消息 这么晚了他还没来 看来你要白等了 其实你不用跟来也行 小一仙不会对我有什么危险的 谁知道他是真退兵 还是假退兵 万一借此相约把你干掉 那加玛帝国可真晚了 你总算来了 三军撤退后 争吵太大 所以耽搁了时间 怎么 三宗不愿意退 金燕宗以木兰谷他们 老早就打着吞并加玛帝国的念头 这次机会 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金燕宗与木兰谷最大的依仗 便是燕洛天和木兰三郎 只要解决掉这几人 那两宗自然不敢再有 进攻加玛帝国的念头 怎么 怕我通风报信 我若想走 凭你还拦不住 那便试试看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冲动 加玛帝国是我们的国家 阎盟是我一手创建的 我不能看着他们毁灭 所以 我必须除掉 对他威胁最大的燕洛天 和木兰三郎 反正那两帮家伙 对我也是心怀鬼胎 算不得真正的盟友 你若要动手 我可以不管 算是行 小一线 多谢你了 现在说说 你要如何帮我控制 恶难毒体吧 此方法称为毒丹法 即将体内淤积的毒素 净数凝聚承担 通过操控毒丹 以操纵体内毒力 怎么了 方法应该有效 不过条件也太苛刻了 所需七阶天毒 蝎龙兽的魔盒 就已经很难了 更别停那三种异火 能得到一种异火 便已是得天毒后 何况还要三种 至于菩提化体系 这东西 连听都没听过 三种异火 你不用担心 你有三种异火 难怪你可以与 窦宗强者一针高下 可就算有三种异火 另外两种材料 想弄到也很难 从比没有希望来得好吧 只要有这东西的消息 我拼尽全力 也会帮你收集到 我回去 也会派人搜寻 这方面的情报 你要动手刺杀的时候 就捏碎这枚玉片 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 还当我是朋友 当年的话 依然算数 好了 回去吧 没想到你老相识 竟然这么多 哪里都能遇见 当年的朋友而已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走到今天这地步 你确定他信得过吗 若是那天动手 结果被他们反包围 我相信他 希望你没看错人 你明日随我去一趟 蛇人族 我们族那几位长老 要见见你 见我 他们说 有重要之事 找你商讨 找我是有何事 我也不知 不过蛇人族今后 会在加玛帝国繁衍生存 长老们迟早会与你见面 此次能保住 加玛帝国和阎某 采灵你与蛇人族 功不可谋 我蛇人族 既然与加玛帝国联盟 自是汇报这方土地平安 蛇人族重情义 光是采灵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就让我不知该如何回报 本王不过是为了 复魂丹罢了 不过你还算够资格 当本王的同伴 明天别让长老们久等了 放心吧 我一定来 我一定来 那是 怎么是个人类啊 就是此人类害得我的琉璃失所 你在院落等我 我一会儿叫你进来 有病 哼 若是再来 我可不会再留守了 那本统领便领教一下 给本王住手 莫发思议 你是越来越没规矩 给我特行 哼 萧炎 你进来吧 四个都黄巅峰 还好蛇人族已与驾马帝国联盟 不然 晚辈萧炎 见过四位蛇人族老前辈 萧盟主 我是蛇人族大长老 这三位也都是族中长老 我们今日请萧盟主一戏 是有一事商讨 前辈请说 出云帝国害我蛇人族 险些灭族 还好加码皇室开口许诺 大战胜利后 将其我族繁衍生存之地 不过据我们了解 加码帝国最具影响力的 并非皇室 而是萧炎盟主 炎盟整合了帝国多方势力 我当选盟主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本长老倒要看看 萧盟主有何实力 去创建炎盟掌权帝国 蛇人族已与驾马帝国联盟 若是无故动手 恐怕是会伤了彼此何其 采林对我有救命之恩 但不代表 会让其他人随意挑衅 大长老说过 与萧炎有事上讨 这又是为何 真的是一火 果然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算了 如今 蛇人族已驾马帝国联盟 不吓唬你这小子了 大长老有事请直说 不必拐弯抹角 此次叫我来 究竟所为何事 此次祖长回归 再给祖长洗礼之时 祖中祖中祭司 用秘法在祖长体内探知出两股能量 若不能调和 恐有暴体之危 两股能量 是吞天网的灵魂 是吞天网的灵魂和陨落心眼的残留能量 若不能将这能量消除 族长本体和吞天网灵魂根本无法彻底融合 无法融合 成为上中下三等 至少中等秘法 才能调和族长体内的两种能量 采离 秘法的炼制 所需条件极为可可 若是要达到中等秘法 需要以六品丹药 舍水退骨丹做主要因 不过 中等秘法 想要彻底调和这两股能量 成功几率并不高 那是否还有更为稳妥的办法 办法不是没有 但几乎不可能达它 若是能以七品丹药天魂溶血丹 来施展上等秘法 族长此劫定能脾及抬来 可惜炼制天魂溶血丹 需要炼药师拥有三种异火 以及此炼药师的血脉之力 拥有三种异火的炼药师 整个大陆都不曾出现 我们也不敢奢望 既然如此 就不必强求天魂溶血丹 只要硝炎你能炼制出舍水退骨丹 我至少有五成把握能成功 但是只有上等秘法 才能确保采林你安然无恙 那我还是想办法 在两年内送来一枚天魂溶血丹 萧盟主此话当真 事关采林生死 萧炎不敢妄言 好 老夫虽不知萧盟主会如何办到 但就冲着萧盟主的承诺 我蛇人族自愿加入阎盟 愿为萧盟主效全马之力 两年之内 我必将天魂溶血丹送来 有萧盟主这番保证 老夫便放心了 这是天魂溶血丹的胆放 蛇人族不能失去族长 一切就拜托萧盟主了 是啊 拜托萧盟主了 我们一命人安排好伯彥 萧盟主就留下来吃个边饭吧 前辈不用客气 萧盟主上门 哪能不给吃饭吃的 是 我蛇人族的美味佳肴 向来外人也吃不上的 不要见外 走走 前辈真不用客气 准备 准备准备准备